基督徒對後現代文化信仰的反省 一方面我們可以肯定後現代文化有些優點 跟基督徒信仰沒有衝突 我們可以肯定 但另一方面我們都知道 後現代文化裡有一些特徵 其實也是跟我們的信仰有衝突 是我們要去回應的 譬如後現代文化裡 他們其實是充滿危機感的社會氣氛 當世界變得多元化 選擇很多的時候 其實人有很多的焦慮 其實過去100年 在哲學的反省裡頭 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人有了自由之後 有了選擇多的時候 不懂得去選擇 那種的擔心 其實是近100年來反省得最多的 其中一個哲學的問題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古代的世界 人類其實是很少選擇的 很多東西都是父母之命的 父母跟你選擇 人根本不需要選擇 那個皇帝跟你選擇 在古代世界 皇帝有絕對的權力 普通的黎民百姓 根本不需要自由 在古代世界 人的自由很少 就很地地 但是到了現在這一百年的時候 人類的社會越來越開放 多了很多的自由 多了很多的選擇 但隨之而來 也帶來很多的焦慮 因為我們知道 當我們有了選擇的時候 我們不一定有一個智慧 去選擇對我們最有益的選擇 所以我們說 在後現代的文化裡頭 人其實有很多的不安感 很多的缺乏安全感 很多的焦慮的感覺 很多憂慮的感覺 資訊很多的一個社會 但是智慧很少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 後現代人的一個特徵 資訊很多 一睡醒覺 電台、電視、報紙 給你很多很多的資料 但是不代表我們 因此更有智慧 去作出生命的抉擇 人其實面對很多的選擇 很多的抉擇 而且我們人類的社會 越是文明現代的社會 我們很年輕的時候 已經要選擇很多的決定 影響我們很深遠 很年輕的時候 我怎麼會選擇 但很年輕的時候 你要選擇的東西 就影響你一生 你中學的時候 讀文科還是理科 其實都是影響你後來 會主修什麼科目 好了 你有機會讀大學 主修什麼科目 很年輕的時候 你要選擇 十幾歲 其實怎麼會選擇 但你選擇了主修什麼科目 很大程度就影響你將來做什麼職業 你幾十年做那個職業 影響你的人生其實很大 我們現在的社會環境 很年輕的時候要做選擇 在我們蒙茶茶的時候 要做很多很重大的選擇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焦慮 很多的不安 很多缺乏安全感 那個社會的環境 文化的環境 視像和幻像有時候是難分的 特別我們說 在現在這個後現代的文化 大家都上網 我們習慣了一種螢幕互動 那種視像分層那種生活 但是那種五光十色的網上的資料 或者電視的資訊 有時候搞到我們究竟那個是視像 或幻像都分不到 有很多人其實是網上的世界 當了真實的世界 資訊多的時候 很多人的頭腦很沖塞 但不等於是沖塞 很多的資料 但到最後講 我們不懂得選擇 資訊很多的時候 跟我們生活的經驗 其實是分割的 我們的生活被很多抽象系統所主宰 數學系統 是主宰我們現代人的生活 但是數學是冷冰冰的 包括我們銀行的數字 我們經濟的活動 對股市的上落 其實都是數學的世界 是符號的世界 其實是冷冰冰的 但我們也是依靠這些抽象冰冷的 象徵符號的系統來生活 匯計和數學 其實主宰了現代人的經濟生育 在這樣的環境下 這個所謂後現代的環境 人類很多的不安 其實帶給我們很大的機會 基督徒的信仰在全福音 和牧羊信徒上 反而有很大的機會 因為是基督徒認識上帝 認識上帝 從上帝而來的智慧 好像保羅華 熟靈人能夠參透萬事 當基督徒能夠在一個充滿焦慮 資訊多 但人不懂得選擇的世界裡頭 示範到一種選擇的智慧 基督徒能夠明白生命之道 去作選擇的時候 我們能夠選擇一些 對我們生命有益的選擇 這種示範其實力量很大 作詞・作曲・編曲 刘洛 槍音 刘洛 作曲 刘洛 槍音 刘洛 作詞・編曲 刘洛